在最近一段时间里,因为NBA的诸多大鱼都已经上钩,敲定了自己的新合同和新冬甲,我们也很少看到那些让人看到了之后,目瞪口呆的打合同了,更多的都只不过是小打小闹而已。 但是在今天,波兰布京的局面,总算是被一个大合同的提前敲定而打破。 据ESPN记者布莱安王霍斯特报道,骑士和球队的内线乐福,完成此年1.2亿的提前许约,这的确是一个让人感到震惊的消息。 首先我们都知道,詹姆斯在今年夏天离开了骑士,投入了胡人的怀抱,正让此前在东部强势了四年之久的骑士,开始进入重建期。 按理来说,这个时候球队该做的,应该就是清理掉那些议价合同,然后在此期间积材权秀权并且培养新人,逐渐走入正轨才市。 但是骑士这样的安排,却让人感到百思不得其解,毕竟球队想要依靠乐福去带队进入季后赛吗? 显然这是有些巧妇难为无米之推的感觉,但是乐福本人和骑士帝老板,似乎不是这样想的。 在谈到乐福去约的问题时,老板吉尔伯特是这样说的,而骑士队很骄傲,能与五节全明星,以及总冠军得主艾特凯文乐福去签五年新约。 自从2014年加盲骑士以来,乐福的表现极为出色,在未来这几年令人兴奋的时间里,我们期待着他的领导力,我们每天都在磨砾自己,就像克利夫兰这座城市一样。 而乐福在完成了续约之后,显然,也续约之情,在社交软件上明确表示,我们指的是骑士,并不打算摆烂重建。 对于乐福来说,就算此前几年的季后赛中,他的表现并不算出色,但是他完全值得这个价格去续约,首先他多年都是球队的二当家,并且的确是在进攻端等诸多方面,给骑士带来的很大的帮助。 帮助张姆斯在四年时间里,分担了不少压力,而他数据和之前森林郎比起来会有所消滑,很大的原因是因为战术上的牺牲,但是现在,他没有这个必要了,张姆斯不在,现在已经是完全体,不需要所谓成长的乐福,必然会是球队的进攻核心,以及更衣是里头当仁不让的领袖。 或许到那个时候,我们就可以看到他重新回到之前,在森林郎时期的表现了。 要知道,今年乐福,也只不过只有30岁而已,他还完全有足够的能力,在比赛当中,打出高强度的发挥和水准,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即可。 或许我们可以在未来看到,他打出自己在骑士效率最好的一个赛季,但是一项数据却让人不禁忧忧忧忧,数据显示,在有乐布朗的比赛中,乐福生涯场均17分9.9个篮板,收获69.8%的胜率,而在没有乐布朗时,乐福场均19.2分12.2个篮板,胜率却仅为33.7%, 也就是说,乐福独自带队的能力,的确是被受人们质疑的,而且之前他在森林郎效力多年,却一次都没有带队进入过季后赛,那怕他总是可以在场上奉献出让人看了下巴都能跳在地上的数据,所以这也让人们对于他是否可以带领骑士走向一个好的未来,打上了一问号。